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心事台的观众好 我是陈可怡医生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个案 关于小朋友的眼疗病 第一个说的个案是一个四岁的妹妹 她本身跳开芭蕾舞 挺漂亮的 但她有一个问题 就是她很喜欢擦眼 有时小朋友擦眼 手指不干净 可能擦了一些骚髒东西 于是就关了一些眼疗 很多时家长见到有少少眼疗 很多时都会带去一些疑科医生 或者是家庭医生求诊 但塗了药水药膏 那个眼疗不但没有消毒 由一个变成两粒三粒 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家长就带她来眼科求医 我们发现这个小朋友 不单止是一边眼又眼疗 另一边眼都开始起眼疗 而眼疗里面其实也有很多龙 因为她塗了一些抗生素的药水药膏 甚至吃了一些口服的抗生素都消不了 我们建议家长可能要考虑割眼疗 其实很多家长都很担心要做眼疗手术 主要原因是因为小朋友小 如果她四岁的话 其实她很难可以合作到 可以让我们在局部麻醉之下割眼疗 如果这样的情况 我们一般都要介绍一个关于全身麻醉的步骤 就是要小朋友睡觉 我们可以静静地把眼疗里面的龙 擠出来才可以根治到这个病 尤其是眼疗在两边或者已经有几粒 其实要小朋友同时可以合作到几粒 其实比较难 所以全身麻醉是比较好的选择 但很多家长听到全身麻醉 其实已经很害怕了 又怕会影响智力 又怕影响她的记忆 其实如果一个眼疗手术 一般手术时间都是五分钟至十分钟 如果是眼疗手术 很多时候都未必需要插口 麻醉科医生很多时候 都是给一些麻醉气体的小朋友闻 等她睡着了之下可以定定地 我们可以进行手术 帮她把眼疗里面的龙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靠塗药水药膏 很多时候塗完之后 她可能会减少了 细小了眼疗 但如果那些龙出不了来 其实她可能会继续在这里 而且可能又会再翻发 割眼疗之余 我们都需要考虑一样东西 就是为何她会经常生眼疗 其实除了一般手不干净 有细小了眼疗之外 我们可能要考虑另一样东西 就是一些叫无狼虫 其实这些都很常见 不单是一些大人会看到 其实我们发现最近有很多个眼 小朋友都有这个情况 其实无狼虫就好像一些头膝 是一些小的昆虫仔 肉眼是看不到的 如果要证实她有没有这个病 我们就要在眼簾上拔一些眼疗 不用拔很多 每一边是拔几条 对外观是没有影响的 拔了那些眼疗 我们就会传到一些化验所 化验所如果看到显微镜之下 有一些小虫衣附在眼疗 这就证明可能有无狼虫的情况 如果我们不清除无狼虫 很多时候眼疗的情况是会翻发的 如果要清除 其实要用一些特别的茶树油濕纸巾 就要将眼一拔彻底清洁 可能要抹大约六至八个礼拜 因为如果一个无狼虫的生理周期 其实就两至三个星期 如果我们真的要彻底清理到这些无狼虫 让它不要再生 其实要清洁大约六至八个礼拜 即是她差不多生理周期三次 即是说她现在那批杀了之后 可能她有些产品陌生 要等它枯化了也要再杀了他们 为免安全意见 希望她真的有些流氓之余 所以就要杀三代 这样才可以彻底清理到这些无狼虫 希望她不会再有犯法的情况 通常如果眼瘡在里面 我们反开眼镰角 其实外面就不会有疤痕 但如果有时等太久 眼瘡已经长到外面 可能在外面已经爆过 或者已经生了肉牙 就算有时做了眼瘡手术 可能也有机会会流疤痕 因为它已经的伤痕在外面 所以有时我们都会建议 如果去到某一个程度 滴了药水或者吃了药 它也没有什么效果 可能家长也要考虑做眼瘡手术 如果那个伤口在里面 就不会有疤痕 如果外面其实那个伤口一般都很小 但如果真的隔了很久 它真的生了一块肉牙出来 那些肉牙就比较难够 有时你整理整理 都可能会有少少疤痕 其实都是环境的 其实就像头疾那样 其实无狼虫 都是像头疾那样 有机会会传染的 譬如说可能有些亲密接触 或者附近有其他小朋友 家人有 如果它拋得到 真的说那个势量很大也有机会 而且我们发现 无狼虫很喜欢依附在纸张上 譬如说它在家附近 它睡的地方附近很多一些纸张 好像有些纸张生的那些塞 它都会容易走进去眼的位置 因为它喜欢黏在毛发那里 譬如说眼一毛 眉毛那些 它都会藏在那些地方 所以除了说真的要抹那些 茶树油湿纸巾 其实都要考虑清理一下家居的环境 还有那些床铺皮脊 因为有时如果你抹完 它可能会再生 因为茶树油其实它是一些很大阵味的东西 可以从闻到 其实它都会走的 会移到另一个位置住的 但如果譬如在枕头里面 或者你的床褥 床单 或者皮铺有 它可能藏在那里 过一段时间它又可能会走到你的眼睛附近 所以整天都会有一个循环 这样就清不了 它一般就不会的 不过眼方面 它就可能会隐起眼皮炎 或者生眼疮 它可能会整天翻发